大年初一去哪里?在香港,每年开年的新春国际会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。当地时间2月5号晚,名为开年开运开新的2019新春国际巡会演之夜在香港尖沙嘴上演,再次开启全程狂欢模式,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到场观看。 当天的会演从晚上8点正式开始,但有不少观众提前几个小时早早地到场,站好有力地形。提前热场的小丑、杂技、舞龙等表演将现场气氛烘托得热闹非凡。 整个花车巡游由香港文化中心广场正式拉开,所到之处音乐和观众的欢呼连成一片,伴随着闪耀的灯光,整个尖沙嘴沸腾起来。 气氛瞬间到达高潮。 在当晚全部的25支表演队伍中,步伐世界知名团体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,全程两个小时的巡游,让香港市民和来港游客感受到浓浓中国年的欢乐氛围。 我觉得就是在香港这样一个既有西方文化的一个宣扬,然后用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交融的情况下,来开展这样的活动,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 舞台,转转发车,我希望快高长大。 据了解,香港新春国际会演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。 除了当天的花车巡游,香港在今年春节期间还将举办农历新年烟花会演,农历新年赛马日,香港许愿节等多项活动。 主办方希望推广香港以新春节庆为主题的旅游产品,以吸引游客来亲身感受香港的浓厚节日气氛和地道文化。